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焦點 今天是6月2日 繼續有我周天慧 和我周蓉 和大家繼續說說時事的新熱話 我們今天要說回特首選舉 直至明年3月27日 特首選舉永遠都會是今天的焦點 老實說 當社會不太多議題時 大家的焦點又會放回特首選舉 又有人說有八進圖 接著又加多兩件 其實我都覺得這些真是浪費 我的看法一向都是一兩個人爭的 這次是兩隻馬爭的 我們都要看看 因為最近有報導 有說到新加了兩隻黑馬 包括高永文和沈祖堯 不過我也同意Robert來說 最終都是CY對Cary 是的 兩個 我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兩個之間的問題 其實我們回想CY落任 但林鄭上任的時候 當時的特區政府 甚至包括中央我都相信 都會相信政治問題已經沒有了 所以才有林鄭月娥 一個大和解的方案 大和解方案出來 如果大家想一想 當時是否大和解 中央看大和解是否這樣看 其實我相信當時 中央都會有一點順大和解 這個說法 其中一個理由 我為何這樣說呢 就是如果大家記得 當時的佔中 完結的時候 當時就是所有反對派的頭頭 全部出現在中環 然後警方都拘捕他們 包括余若薇都是拘捕的 但拘捕完之後是沒有告到的 不告的理由是甚麼呢 可能是鋪排 即是大家相信 好了這次玩完 大家不要再搞事了 我們又放你一馬 當時是CY做特首的 都沒有推動去告他們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當時中央 我亦都相信 當時說大家放他們一馬 那個決定 不只是香港的想法 而是中央都是這樣的想法 好了 到林鄭上任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在想法 是民生的問題 就不是政治上的問題 大家想都想不到 原來美國佬繼續搞下去 搞到黑暴其他這些事情 現在老實說 你要賴都不可以賴林鄭 即是說這個疫情 雖然有很多人都認為 林鄭在疫情的處理上 都是做得不好的 是 真的 我想大家都看得到 我想很難不同意 就是說林鄭在疫情 無論是在黑暴的期間 其實政府真的不夠硬正 以及不夠決斷 如果她不夠硬正 就又說是否因為當時 他們選中了林鄭月娥 因為她不是那麼硬正 林鄭好打得 這個詞語是誰說出來的呢 如果我們想回 是應該回到曾蔭權年代的時候 就說林鄭好打得 究竟林鄭打不打得 現在大家可以評論 究竟是否好打得 似乎看起來就不是好打得 不是看起來是直接不打得 很有趣的地方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 CY做特首的時候 民望不是高 林鄭月娥更是低的 低很多 我們比較一下她們兩個的民望 這個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CY一直到她完結的時候 她不做特首的時候 基本上她大概是40%支持率 到上下2點左右 即是可能38% 可能42%之間在徘徊 徘徊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直到她落任為止 但如果我們看看林鄭 林鄭開頭的時候 當然是高於CY很多 但是她跌到最低的 大概一年左右 跌到最低 是低於20% 換句話說 低於CY一半那麼多 到了現在 她的民望就上升了一些 但是都是31-32左右 如果你兩個這樣比較的時候 CY贏六至八個百分點 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可以說CY的民望 最少在這些調查來說 是高於林鄭 在目前來說 同期大家都是 剩下一年左右 可能是高於三分之一 大家猜猜 在她未來的一年多 她有沒有可能追回CY的最低 她現在都去不到 近這一年 她都去不到CY最低 是 即是去回百分之四十 是的 你都去不到CY最低 未來九個月 你說CY會不會去回CY最低 我就不太看得到她 好像會去回最低 大家便會不禁去問 喂 當然了 選委會有1500人 特首是由1500人去選 亦都不是我們選 但是大家都會問 那1500人都會看 那兩個可能的候選人 究竟有多少的民望 那1500人都要有個參考 簡單來說 今次的特首選舉 我覺得 因為兩個都是超級巨星 所以其他兩個巨星 即太陽對太陽 比較之下 那些小星星 肯定都見不到 所以你說那些小星星會不會出來 我覺得是不可能出來 那如果兩個去比較的時候 就一定要看一件事 就是看民望是怎樣 那如果我們剛才說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看民望 CY在最差的時候 都比林鄭月娥最差的一倍 是啊 那你這樣看的時候 如果我們大家看回 就說究竟未來這九個月 就是民望 大家看民望 是會怎樣呢 那這個民望 又是否反映了在選委某程度下 都要反映在民望 反映在選委到時怎樣投票 是啊 大家想想吧 未來那八九個月 有甚麼東西 林鄭可以再有機會去取分呢 你問我吧 我真的想不到 也有的 如果突然之間 去到年底 原來香港可以接種疫苗去到六成 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有可能的話 這個有可能 是啊 因為如果我們說 每一個 我們不要說到遠 說到九月即是九月 現在每一天 可以有四萬人打針 你全部爆滿才算 你說到差不多四百八十萬 五百萬人 即五百萬針 是會打的 你想想 會不會可以做到呢 但我覺得 疫苗這件事 就不是特首選舉的重要事 其實我想 疫苗的處理 就是給中央看 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 你做得好不好 那澳門呢 就拿了 即是沒有滿分 都九十分 香港呢 如果我們看回直到今天為止 都是未合格的 但是你問我 即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如果我們去到六成 可以接種到疫苗的話 起碼大家會覺得 生活上 大家會沒有那麼大的差異 和現在 起碼正常一點 是否香港 即是香港才會有 能夠恢復以往的生活呢 所以我覺得 這是最民生的事情 如果我們要比較的話 真是很現實 疫情未必是一件事 到時的選委 未必是看現在的疫情 來作決定 當然啦 當然看 以往的處理疫情 如果我們這樣看 疫情就會是林鄭月娥失分的 其中一個大大的理由 對 因為她太過後知後覺 如果我們講特首選舉 今次一定是講民意 當然我們不要講 我們講了民意的調查 我們不幫他們 未來一定是講民生的問題 大家一定要明白到 上一屆林鄭月娥做特首的時候 一般的想法是說 香港是已經不再有政治的問題 有的都是民生的問題 所以才有說 林鄭月娥好打得民生 即是做很多事情 又再講大和解 其他方面的事情 然後提出來就是明日大禹 那明日大禹呢 值得和大家講一講 明日大禹土地問題 CY也是土地問題 如果我們講未來特首是怎樣爭的 一定是土地問題兩個去比較 兩個去比拼 兩個去比拼 大家值得提一提明日大禹 即我會覺得明日大禹 不是一個壞 不是一個不好的建議 其實這件事 就是你要有水 即你要好有水 明日大禹 當時提出來 香港是有萬多億的儲備 萬多億的儲備 到今天已經跌下來 剩下幾千 但是這樣 明日大禹 如果要做的話 要花的錢 你講的是真的加上交椅州的填海 再加上海底隧道 還是大橋 八千多億的花費 問題出現了 時而世易 到今天 錢不是那麼足 還敢不敢去得那麼盡 去得那麼盡的時候 會是怎樣的呢 還有一件事 大家要明白到 今天 即2021 2020 2021 的時候 我們的儲備是這樣的 但是 疫情 還有多久要捱呢 明年 即2021 2021 2022 的儲備 倒升 不會 一定是再跌的 連跌多兩三年 明日大禹 你大不大駐下去 這件事就真的很難說 很危險 是的 如果我們再看 CY講的事情 很有趣 CY當時提出來 有幾件事 其中一個就是 郊野公園 邊垂地 建居屋 工屋 但是他的建議 在2019年 被林鄭 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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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即是不再再做 只是去做 明日大禹 現在CY 最近提出 邊垂地 特別提出 可以說 一件事 如果你選CY的話 CY2022 上回來的時候 是否馬上上馬 去做這件事呢 這件事上馬 那時候 就是100公頃地 100公頃地 建2萬至3萬個居屋 6千元一呎 即是說 可能真的做的時候 在他淫來 接近末期 都應該建好 或者建好一部分 這樣來說 是否比明日大禹 如果我們想起明日大禹 那個做法 就是你最快 最快 最快 到2025 2025開始 才在交椅州 開始填海 但你填完海之後 你沒有海底隧道 或者是大橋 基本上 交椅州就是坊地一片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看 如果你是說民生 CY 是不是邊垂地 是其中一個奇招 我覺得是的 還有當年 其實2019年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當年他們KO它的時候 他們說 因為那個計劃 得不到大部分的市民支持 還有他們相比中長期的選項 CY的計劃 就是比較複雜 你見其實那個 林鄭隊伍KOCY這個計劃 其實都不是很具體 是 如果我們說 會不會牽涉到一些複雜 簡單 你現在 政治上 香港是穩定了下來 立法會 也是穩定了下來 雖然 我們未選 但大家都相信這件事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如果是交易公園邊垂地 是建居屋的話 會不會是容易過 即是 當年 即是五年前 CY建議的情況 或者甚至 2019的時候的做法呢 所以我看著 如果我們在說 民意 得到多少民意的比較之下 原來 林鄭是比CY差 是的 如果我們在說 民生方面 土地的問題 究竟CY如果建議 是否比林鄭快 這個當然是的 如果在這樣的程序之下 會不會 即是他有好處呢 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我相信 直至到3月27日 都會有很多 關於特首選舉的事情 可以分析 不過我們今天 分析了兩件事 和大家看看 明白一下 原來民意方面 相差的 大家是怎樣 而是民生方面 土地的問題 兩個的比較 又怎樣 大家可以自己 想一想 認為你會支持誰 今天說到這裡為止 明天再同日 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